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人民保单很多人真的就是看到说 期待未来人民币应该是升值的 假设这个期待是如愿的 那可能这个保单就买对了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买台币的投资金保单 我连结的标的不会一定是台币的东西 不会是台湾的投资标的 我买的是美元保单 我只是以美元收付 可是它连结标的不会全部一定是 在美国本土的投资标的 应该是这样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些保险公司 目前有推出的保险公司的人民币保单 清一色连的都是怒骨 这是什么原因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人民币保单 它未来可以连结的标的 我相信也不限于只是投资在大陆市场 那因为目前连结都是用人民币计价 那只是说现阶段因为投信的部分 它的基金还没有成立 所以我们根据法规可以投资的 就是香港证交所挂牌的这四档的ETF 那又恰巧这四档ETF呢 它就是直接连结到大陆的一个市场 所以才会产生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的确是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说我们即便去买一个外币保单 美元保单的话 其实它所连结的标题不见得 是投资在美国的资产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国家 可能都是在它的投资标的当中 但是这不便的话 就是投资人特别一定要留意 因为其实我们最终会影响到 我们的投资报酬 并不是那个计价的弊表 是你投资标的上面的涨获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说你虽然是用美元去投资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一个欧洲的资产 其实到当地去投资的这个 你还是要用美元去转换成欧元 那才能去投资当地的一个股市或债市 所以这个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汇率上面的一些波动 所以你还是 就是美元保单它所投资的标的 这个部分你还是要留意 它是放在哪一个国家 那这个部分的汇率上面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就像刚刚副总也提到嘛 你未来的话 因为我们投资基金 其实投资现在目前也是 真的是在摩权差长 就是也是想要去争取在人民币计价的一个 不管是股票行金 战券行金 那或者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可能就现有的基金去申请 额外再申请另外一个人民币 币扁股份的部分 那当然这中间就有一些差异 如果说你是去买人民币计价的股票行金 那他买的对象 其实是在对岸的股市的话 那他这个部分是非常单纯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以现有的基金 去申请人民币币别股份的话 其实他投资的标的就不见得是在 就是在大陆的市场 可能要特别留意 所以收行工现在在等这个 是 可以连接更多标的基金 所以下一波我们可以预期 就是说投资型 人民币投资型商品 它的连接标的会进来的 可能就是投资 这个陆陆续续送审通过的 人民币计价的基金 所以如果他现在已经买了 以后你们有新的基金上来 他们还是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面 不断的去扩充 我们认为是好的标的 来提供给客户做选择 现在先变形一下路股 先变形一下单一市场的风险 不过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观众朋友 不管他是人民币存款 或者是买宝单 他还是有那种想要赚汇差的想法 那如果是想要赚汇差这种想法的话 应该留意什么样的风险 我觉得当然大家会预期 他可能会有一个汇率上升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大陆那边 他本身官方的一个调控的能力 也是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实际上的 这个汇队的一个变化的态势 我觉得这样子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所以民众自己 可能不是只有买了就放在那边 也是需要去看一下市场的一个状况 其实如果说投资朋友 他想要赚汇差的话 其实不见得只能投资在人民币 那我觉得其实投资朋友 为什么会特别会关注在人民币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的经贸网 是非常密切 而且很多的企业或台商部分 它是有人民币的资金需求的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提供一个很大的平台 但是如果就投资人本身 他想要投资这类的商品 其实还是要注意 就是因为人民币毕竟还是会波动的 然后有升也一定有便 那因为它是单一必别 所以它可能受到的 国际市场的一个因素的影响也很大 那我觉得 其实如果除了人民币的商品之外 其实投资朋友不妨也可以考虑 就是以亚洲债市 因为亚洲债券型基金这个部分 它也有人民币的一个概念 而且在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 人民币在升的时候 很多亚洲的货币可能涨得更多 如果你是要分享 在汇率上面有比较多的升值机会 其实除了人民币可以考虑之外 其实一些亚洲的债券型基金 其实也有这样 这方面的一个投资的功能 通常我们如果是把钱 放在外币的存款 假设很明显感觉到 那个货币的价值在产生变化 我觉得很多民众可能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赶快去把钱拿回来 那如果是放在投资金保单的时候 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我想 整个弊别的变化 当然我觉得投资金保单 它本身的一个灵活度是很好的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说 你如果是美元 那收付那可能你的标的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其他 弊别计价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在一个标的上面的一个转换 这个也会是一个选择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投资金商品其实它的这个弹性很好 那所以在资金运用上面也很灵活 所以如果这个想要减码加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另外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受险医务员会告诉客户说 买投资型保单比较便宜 这句话对吗 应该是这样子讲 买投资型保单比较便宜 我想这个诉求是架构在买投资型受险 因为我们知道说一般的传统型商品 它可能是一个期间的收费 那受险的话基本上它是根据这个所谓的这个natural risk 就是人的生命的这个风险在收费 也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它的收费在受险保单这一块收费是比较便宜的 那等到年纪大的时候才会慢慢越来越大 对那所以以时间的效果来看 确实你买投资型的受险 它的这个受险成本这一块的费用是会相对比较便宜一点 就同年龄的年轻人买投资型保单会比受险便宜 只能讲同年龄的年轻人 过个20年可能就不是了 反过来就变得很贵了 应该是应该是这样子 那最后到我想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 这个这么新的东西刚出来 那目前看起来 如果以目前的这个业绩进来的状况来看 好像不像当初预期的这样子那么热对吧 各公司普遍看起来 我想可能就是说因为目前换汇 其实每天的换汇金额还是有一些限制存在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辟别也是新的 很多人也还在观望 再加上可能它对这个受险公司的通路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 所以这个在教育训练各方面也是需要琢磨 那我们民众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民众可能要注意第一个是要评估自己本身 有没有人民币这个资产配置的需求 还有你在人民币配置之下 你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保障的一个需求 另外就是投资当然是有风险 所以呢这个汇率的风险跟投资标的的这个波动的风险 这个民众可能都要去想一下 他自己的一个风险的容忍度在哪里 谢谢